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早上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19年10月30号星期三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 我是嘉远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遭当局取消区域会的选举资格 浙江出台宗教新规 教会负责人任期不能超过五年 新疆在教育营翻版职业技术学校现身西藏 公益组织长沙赋能创办人杨战青 在美国呼吁关注中国人权 数字货币区块链 受到中国官方的力挺 其中有何内情呢 以上就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 香港区议会选举将在11月24号举行 报名参选区议员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星期二正式被告知 他的参选资格没有获得准确认 成为这次区议会选举中唯一一个被取消资格的参选人 请听记者文海新和吕熙的报道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黄之锋本月初递交提名申请 希望参选2019年区议会选举 并在南区海宜西选区初选 但直到区议会候选人检介会的当天 他都没有收到选举主任的确认书 而选举主任更一度换人 直到周二黄之锋收到消息 选举主任蔡亮通知他提名无效 黄之锋也成为了这一届区议会选举 唯一一位未能成功入闸的候选人 随着主任蔡亮指 留意到黄之锋在香港众志担任重要的职位 也是创统成员 虽然黄之锋没有在参选表格 指名与香港众志的政治联系 但蔡亮引述2016年一篇在众志网站刊登 由黄之锋同年发布的文章 指众志立场一直都认为 香港独立是香港人自觉全途的转向 蔡亮指一般人也倾向相信 黄之锋既然担当众志的要职 其立场也是如此 在考虑提名是否有效的时候 已经考虑所有相关的因素 蔡亮因此指称黄之锋 显然不会有意图用户基本法 和保证效忠香港特区 黄之锋批评政府进行政治筛选和审查 剥夺他的参选权利 他认为这个举措反映选举主任 已经沦为思想警察 黄之锋指回复选举主任的时候 多次强调 没有主动提倡港独 作为香港前途制局的选项 但选举主任 曲解他的政治理念 反映取消他的参选资格 是北京的应命令和任务 千方百计要取消他的参选资格 有人会问我是否改变我的政治主张 改变香港种植的纲领 政府才会让我入闸 但正所谓龙门红线任他们班 我相信政府这次取消我的参选资格的唯一原因 就是因为我叫黄之锋 黄之锋又指政府意图杀衣紧摆 但是他相信不能 只会激发更多的香港人投入抗争 他呼吁选民投票 也呼吁海一席选民支持民主派参选人林浩波 黄之锋也呼吁市民本周末上街游行 他相信他被取消参选资格以后 国际关注将会持续升温 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目前相当严峻的政治审查 也呼吁香港人不仅要在11月24日出来投票 更要在这个周末上街 在我被取消资格之后 我相信国际关注会持续升温 而这个周末街头的人数将很影响未来一段时间 国际社会对事件的回应甚至关注 同区另一名参选人林浩波认为 公务员放弃政治中立的权统 迫削黄之锋政治权利的同时 也迫削了该区选民的选择权 另一名同区三选人 亲北京政党新民党的陈家沛表示 理解选举主任需要时间 做取法律意见去做出决定 相信是黄之锋所属组织的立场 而不能入闸 不过他只取消黄之锋参选资格的消息 可能激发选民不满 让他的选情更为艰巨 我想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我想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我相信是他所属的香港众志的一些立场 大家都看到 其实很多不同候选人 即使叫光复香港等口号都能入闸 甚至一些前众志成员 他们已经脱离了香港众志都能够入闸 我相信选举主任有法律依据 才会做出这个决定 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列德全就称 参选人如果不同意 可以提出选举成请 另外他呼吁停止对候选人 以及他的支持者的违法行为 政府的应边机制以内 设有危机管理委员会 去确保选举顺利的进行 他又指非常有信心 尽一切努力让选举公平公正顺利的举行 这个危机管理委员会 其实在2011年已经设立 而并非新设立一个委员会 而设在我们的应变机制当中 我们有一个危机管理委员会 有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成员 及相关政策局及部门的代表在 可以应对一些已经出现的情况 来评估及部署有关工作 给选管会一些意见 政府也发表声明表示支持 以及认同选举主任的决定 表示选举主任的决定 目的在于让这一次去议会的选举 能够再符合基本法和其他适用的法律之下 公开 公平 诚实的进行 跟部分社会人士指称的政治审查 限制言论自由 以及剖夺参选权无关 不过香港人权监察 就是一件发表声明 谴责港府基于政治主张和表达 以及团体联系 剖夺黄之锋参选 和有平等机会出任公职的权利 也剖夺了选民自由选择 民意代表的空间 严重破坏了这一次区议会选举的 自由和公平 他们指人权公约 视政治主张的思想自由 为绝对的权利 不能以任何理由 限制和剖夺 他们将会就此事 向联合国监察机构提交报告 呼吁国籍社会 留意香港的人权倒退情况 并关注港府的人权记录 据二日电台记者 文海星 吕熙 香港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 已经持续了四个多月 在这场港人争取民主权力的抗争中 一群以年轻人为主的所谓勇武派 格外引人注目 究竟勇武派从何而来 近日到访美国的两名香港民间记者会的成员 给出了答案 今天本来特别记者CK 发自九金山的报道 对勇武派有深入了解的香港民间记者会两位成员 应邀来究竟山 向出席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奖典礼的民众 讲述香港的反送中抗争 为什么会出现勇武派 香港警察的暴力有多么可怕呢 香港民间记者会的两位成员来到美国 走进演讲会场 仍然戴着头盔不肯摘下 并且拒绝讲出自己的名字 记者对这两位香港民间记者会成员的报道 只好以A和B代替 A表示香港民间记者会 其实不是一个组织 A表示 港人反送中抗争 一直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 因此港人把自己的抗争叫做水 水是一个不同的形态 有安静的时候 也有激烈的时候 香港人有权自己去选 他今天想要担当的是什么形态 B表示 勇武派只是水的一种形态 这种形态是因为应对警察的暴力而产生 比如香港警察中有一支极度暴力的速龙小队 他们手中沾有反送中港人的鲜血 这样便催生了勇武派中的屠龙小队 屠龙小队在香港勇武的行为 我相信有勇武的小队 他们很希望会帮被杀害的手足出一口气 香港人是聪明的 我们知道在什么时候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那么香港的警察也是香港人 为什么对港人这样暴力呢 B表示 香港警察已经成为一个军队了 在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一旦你进了那个角色 无关于他的良知 或者他的身份 是一个香港人 香港警察就是在一个 这么大的压力的环境里面 只能信他们做的是对的 在民间一定有人尝试去劝他们 告诉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但是很难去让他们 回复一个正常的思考 B表示 未来勇武派与警察的对峙 将越来越严重 过去的警民关系再也回不去了 真的回不去了 我们香港人其实已经是 彻底的仇视香港警察 我们已经放弃他们了 解散他们吧 B表示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跟民主运动 不会一朝一夕就完成 他说 所以我们是时候想一想 我们怎么将这个Momentum 化为长达数以年纪 十年纪的一个运动 怎么样把抗争变成 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CK旧金山报道 中国当局针对非官方家庭教会的限制措施 聚会点 注点联社双方协议书 要求教会遵守及负责人签署 该协议要求教会接受配合属地街道和所在社区的管理 要严格按照四定五有五不准的规定进行宗教活动 所谓四定是指定点聚会 包括聚会点所在位置 使用面积定人数定时间定内容 以及固定人员讲道 江苏苏州一位基督徒朱女士对本台说 有教会负责人签署上述协议后 遭到公安警告不准她继续讲道 朱女士还说 另一聚会点负责人签署协议后遭到跟踪 北伦区宗教事务局发出的这份四定五有五不准的协议 五有是要求聚会管理小组 有活动计划 有会议记录 有安全制度 及有消防器材 而五不准包括不准自行变更地点或扩大人员规模 不准随意调整活动时间或活动内容 不准设立奉献箱或单独建立银行账户 接受境外个人或组织的捐赠 不准举行陪林会、施洗等活动 不准聚会时影响他人生活 该市北伦区宗教局要求家庭教会所在的社区负责人 定期了解、私定执行情况 重点对人员数量、活动内容 举行核实通报 还要求聚会点以区、街道、社区签署遗失四份协议 一年期满后 经区宗教局审核后才可续签 对此宁波当地众多信徒认为 上述协议严重干扰了交会内部事务 一位要求匿名的信徒对本台说 不准交会设立奉献箱 不准施洗及更换讲道人 明显是干涉信仰自由 浙江温州一位信徒刘女士对本台说 上述协议在数个月前已经出现 最近当局在加快实施要求家庭教会签署 其实我们教会在两三个月以前 他就收到这个要去登记这个规条了 后来又说去挂靠三字都被我们拒绝了 但是这次呢就是社区来管理 好像他们又妥协了一点 就说签了吧 所以呢这次不知道到底会怎么决定 杭州滨江区一位信徒 徐杰说 市宗教局通过区宗教局层层下达指令 美其名曰是登记教会资料 实际上是逐步取缔家庭教会 社区居委会一旦以家庭教会签署协议 一年后就会以不合格为由 完全取缔聚会点 另外浙江省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 将于11月1日生效 其中第15条列明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成员 由该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和宗教信仰的 公民民主协商推举产生 并报该场所的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每届任期不超过5年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中国政府在新疆自治区以职业培训名义 拘押了上百万穆斯林的做法 也复制到了西藏 印度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 驻台湾的代表达瓦才人 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中共在西藏也以职业技术培训学校为名 对藏族的年轻人强制洗脑 进行所谓的爱国教育 请听本台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对于西藏出现所谓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如同新疆的翻版 西藏精神领袖达勒喇嘛驻台代表 同时也是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人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证实此事 并强调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职业技术学校 在西藏自治区内外各藏区都有 达瓦才人说 达瓦才人指出 中共在各藏区突然设立了许多职业技术学校 是为了衔接十年国民义务教育 达到对西藏青年监控无缝接轨的目的 有些孩子没考上大学 那他十二年级或者有些十年级以后 他就回家乡 父母就可能会把他送去出家 有些来他就进入到西藏人的 比如说西藏以前有雕刻啊 或者西藏的书法啊 或者西藏的一些传统的手工艺啊 那些学校里面 那这些都是西藏的文化地步 那中国政府就开始到处去找人 又把这些孩子再收集起来 然后就会送到所谓的职业学校 达瓦才人指出 这些名为职业培训学校 其实并不是正规的学校 各地方教的课程很不一样 也没有一个系统 我听到我的一个亲戚 他在那个学校里面 学的是空姐的礼仪 以及航空的礼仪 以及所谓的体育的规则 或者他们的运作的方式等等 基本上是有什么样的老师 他们找到什么样的老师就学什么 达瓦才人强调 中共在西藏设立的所谓职业培训学校 最重要的是要进行所谓爱国洗脑教育 当然最主要的学习就是中国的法律 宗教 爱国主义 以及中国的革命史等等 而且这些都要考试 达瓦才人指出 在学校三餐饭前 都会被要求唱中共红歌 各地官员会强制要求 西藏青年进到所谓职业培训学校 达瓦才人提到 中国官员会不择手段 阻止孩子进入寺院 或是出家成为佛教徒 如果是公务员家庭让自己的亲戚进入寺院 就以开除其公务员资格作为威胁 如果有接受救济 就会切断一切的救济 像是对农药对种子的补贴 达瓦才人认为 西藏人真正需要的农业牧业生产传统技术 在所谓中共办的职业技术培训学校都学不到 这是一个非常可悲 而且从长远来讲 对西藏的民族和文化的存取 一定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这是我们所担心的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 扎西茨人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中共的爱国教育是 要乖乖听共产党政府的话 不听共产党政府的话就不爱国 还要藏人学唱 太阳跟月亮是一个妈妈的两个女儿 妈妈叫中国 扎西茨人说 扎西茨人认为 以他一个西藏人的角度 中共在西藏办多少的爱国教育都不会成功 西藏人没有办法永远当一个中国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海北报道 美国人权机构维吾尔人权项目 连同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 新塔什发布新报告说 中国政府通过拆除伊斯兰宗教场所 意图消灭维吾尔人的文化和民族身份 想请请听本台记者韩杰的报道 为了加速宗教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政府除了在各地开展拆除教堂十字架的行动外 新疆当局也大规模拆毁或破坏伊斯兰清真寺 穆斯林墓园和圣灵 以及维吾尔社区 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 辛塔什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举办的研讨会上介绍说 据我统计 大约有30%到50%的伊斯兰宗教场所 自2017年起遭到拆除 在和田市被拆毁的清真寺比率高达80% 辛塔什与维吾尔人权项目共同合作编写的报告 举例说 著名的淤田县艾提卡尔大清真寺 有超过500年历史的加满清真寺被大面积拆毁 维吾尔人失去了祈祷的地方 辛塔什强调官方此举犹如文化灭绝 穆斯林相信清真寺是上帝的家 他们在那里可以接近上帝 清真寺是人们可以聚集 感受到自己作为社区一分子的地方 2017年4月 新疆爆出至少有100万 甚至更多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 被关进在教育营 接受爱国爱党的洗脑教育 而新疆所有带有伊斯兰教标志的建筑物 也快速消失 辛塔什告诉记者 官方拆了清真寺 兴建新的大楼 供来新疆的汉人居住 把各城市打造成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的现代都市 辛塔什补充提到 中国政府实施的拆除建筑物和社区行动 往往在几个月内完成 他很难想象当局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驱逐居民 同时拆毁人们居住 做生意和祈祷的地方 从消灭维吾尔人语言开始 中国政府正在逐步去除维吾尔文化 现在我们的家园只剩下几万的维吾尔人 其他人全都在拘留营里 中国政府打压维吾尔人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行为 受到西方国家的强烈谴责 美国政府早前采取实质行动 就此对中国进行制裁 美国商务部今年10月 将28家中国公安机关和海康威视等 参与打压少数民族 违反人权的公司 列入美国出口管制实体名单 这些公司未经许可 不能向美国公司采购零部件和服务 美国参议院一个月前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也将在星期三就该法案进行表决 信他士认为 美国推动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释放出非常积极的讯号 可以帮助正在受难的维吾尔人 他还补充说 自己会持续在国际社会发声 让更多人知道这场当下 全球最紧急的人道危机 4月阿州电台记者韩杰 华盛顿采访报道 中国当局在新疆强制关押上百万穆斯林的同时 也正进一步推广汉人移民政策 最近有关当地阿拉尔市政府奖励落户汉人50亩包产地和建房补贴的消息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请听本台记者乔龙的报道 一周前网上传出一则有关居住在中国内地的汉族人到新疆南疆地区落户的新政策 引发网民热议 有网民在个人频道写道 以阿拉尔地区为列 落户到村里 给50亩包产地 分宅基地 建房国家补完 地方再补 娶当地民族妇女 大队再给50亩 机动地 当地民政部门 鼓励通婚 还会以现金奖励7万元 这就是南疆地区吸引人口的政策和奖励措施办法 不少网民对此点赞还称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就是人种的融合 总部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蒂蒂夏提对此表示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试图向新疆地区移民汉族人 以此改变民族人口比例 扩大汉族文化 强化新疆是中国一部分这种观念 市委会强烈抗议中国当局以奖励性婚姻 引诱汉族和维吾尔族通婚 哈萨克斯坦阿塔朱尔特成员热伊斯汉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新疆部分地区在强行通婚政策 根据在逃亡哈萨克斯坦的两名哈萨克族青年的反应的状况 民族通婚政策是在强行执行 有很多从新疆接受过集中营的经历的这些人的反应 这个情况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暴力的执行 在暴力的灭绝少数民族 另外伊宁市都来提八个社区 近期还向当地少数民族发出名为三个讲明白 六个讲清楚告示 要求少数民族讲明白其家人被收押 或去培训中心的原因 讲明白党的政策 即讲明白收押和集中教育挽救的关爱 六个讲清楚是指 讲清楚被收押的原因 讲清楚当前的严党政策 讲清楚宗教极端思想的现实危害性等 日伊斯汉对本台说 实际上就是经历过集中营的这些人的反应的情况 这些人通过三个讲明白 六个讲清楚这个制度 每个人都给自己捏一个罪名 不管什么罪名 你关押的时候 他就要根据这个 比如说你可能做了祷告了 或者是你参加了一个聚会 你带了头经了 你不喝酒 你不抽烟 都是你的罪名 县旅居哈萨克斯坦的一位 来自新疆的哈萨克人 对本台说 他66岁的母亲及家人的遭遇 我的母亲哈利恰姆阿迈提 居住在俄敏县二条桥乡库库尔特村 2016年移民至哈萨克斯坦 在2017年1月因探亲前往中国 证件被当局扣押 2018年2月被关押至政治教育集中营 6月中院做单单手术 两个星期后关回了政治教育集中营 随后我弟弟耶尔波拉提 因无法承受压力选择了自杀 2018年12月下旬 哈利恰姆阿迈提获逝离开再教育营 但当局不准他出国 以海外亲人团聚 新疆沙湾县哈萨克族宗教人士 阿赫一提波丁拜的妹妹 近期通过阿塔朱尔特组织翻译 对本台说 现年48岁的阿赫提一 被秘密判刑20年 阿赫一提波丁拜 出生于中国新疆沙湾县东安镇七底乡 是中共指定的一马木 在2018年7月27日 被关进政治教育集中营 今年被判了20年刑 没有法庭审判下 现被关押在乌索市监狱 他有两个在上学的孩子 和他体弱多病的妻子在家 我请求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帮助我哥哥早日获释 家住新疆昭苏县卡拉苏乡的土耳兰 是一位政府认可的宗教人士 2009年至2011年在该县卡拉苏乡 政府任须墓长 2012年至2018年3月5日被捕时 土耳兰在卡拉苏镇负责宗教事务 现已被捕哈萨克人卡米拉说 他的家人拜山托赫塔尔别克 家住新疆查布查尔县布拉克村 是中国政府指定的伊玛木 却在2017年6月9日 被关进政治灾教营 随后被判刑7年 现被击押在新源县卡拉布拉监狱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10月28号受美国白宫官员的邀请 中国民间公益机构长沙赋能的联合创办人 杨占青等人走访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务院以及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会见了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部主任苏珊奥沙利文 国会议员史泰弗斯等人 他们主要讨论了长沙赋能员工成员刘永泽 吴葛建雄 以及女权人士独立记者黄雪琴的被刑拘案 本台记者薛小山 星期二采访了杨占青 杨先生您昨天会见了哪些美国政府官员 然后你们主要讨论了什么效果怎么样 昨天是先是去见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 接着去国务院 后来又去公会的中国执行委员会 他们主要讨论长沙成员三个人被刑拘案 还有广州女权黄雪琴被刑拘案 这两个案件的一些他们的具体的情况 就是成员这个长沙的案子是律师一致不让会见 然后黄雪琴被刑拘呢 是律师就见了一次之后 也是不让会见 另外在国内媒体也不敢报道 我们自己在自媒体比如说微信呢 微博上发声也是被删被屏蔽包括我的微博账号是被永久被销了 所以等于在国内真的是没有办法去为他们发声援助 另外呢应该是中国政府的水军 他们在Facebook Twitter还有很多海外论坛上发文章说成员是拿了美国的钱是反华 所以说颠覆国家政权是 所以我们考虑到那他既然说他是美国的反华势力 那这个事情应该向美国政府反映 当然美国政府他们也是很关注的 他就邀请我们去谈这两个案子 您说这个是美国政府主动邀请您的 什么具体部门 然后什么时间以什么形式对您发出这种邀请的 白宫官员他是不方便 因为当时问他说能不能通报媒体 或者说我在推特上发 对他说可以发 但是他的身份呢还有一些 对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细节 可能不方便说 您可否向我们介绍一下 长沙赋能案件的最新进展 程渊他们现在是什么情况 以及关于黄雪芹被拘留的事情 您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什么 上一周是长沙市国安局通知说 程渊刘永泽和小五 他们三个人这个行政院的侦查期延长一个月 又延长到相当于11月22号 他因为按照中国这个法律规定的侦查期期间 是不让律师会见 那就等于至少在一个月之内 律师也会见不了当事人 律师也看不到案件的任何资料 上一周长沙市的检察官专门跑到长沙和成员的妻子见面 因为之前成员的妻子投诉 长沙市国安局那些非法行为 比如说给他戴黑头套 然后给他把他的银行账号冻结 他投诉这些 检察官表面上是说来给他回复这个投诉的结果 但是见面之后呢 要是在威胁他说他违反了监视居住条例 威胁他说如果再离开家门的话就要逮捕他 并且还通过对成员的妻子说 让他把我的推特内容删除 不愿意把这个案情公开 黄学琴是于是同意会见 见了一次之后后来就不允许会见 现在一些最新的情况也就不了解 美国政府他们有没有透露可能会采取哪些措施 以及您希望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如何行动 其中有一个就是要把这个黄学琴的被刑拘的遭遇 要通报那个联合国妇女署 另外愿意和那个对口的部门 就和中国对口的部门和官员去提这两个案子 都给他们去关注 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发一个正式的函 也就是说尽量这个函是公开的 公开的给中国政府发函 如果他内部的说 那我觉得中国政府可能他不在意 长沙赋能的员工以及女权拒责黄学琴被拘留 这两个事件在您看来有什么标志性的意义呢 这个真的是标志着对公民社会 或者对民间这些社会工作者 打压是升级到一个新的阶段了 因为以前对NGO的打压 他们都是以商业的罪名 比如说非法经营罪啊 偷税漏税啊 或者说口上一个寻生姿势这方面的帽子 但是这次呢像成员们三个人 直接就说是颠覆国家政权 这个比当年打压709律师的罪名还重 因为当时很多律师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这以前是对可能对一些个人的异议人士 有过这样的定罪 但是对公益机构的人 还从来没有定这么重的罪 对民间这种人权工作者的打压 过去他是回避这个政治罪名 现在是直接就用政治罪名去来打压 黄世青他通过自己也站出来 去鼓励了很多人加入这个迷途的运动 本来就是受害者 但是现在又对他进行打压 中国政府是应该是越来越没有底线 那么中国NGO 他现在的生存状况如何 都面临着哪些挑战 打压是一直在升级 就没有缓和的迹象 当然这个NGO主要是做人权工作的NGO 并且是民间的独立的NGO 不包括官方的一些NGO 打压下去导致的结果 就我现在所知道的 在中国大陆 基本上没有一个机构有公开的办公室 只有一个人的名义 去做一些维权方面的创造之外 基本上没有可能以机构的名义 在开展工作 您现在还能回国吗 不知道 但是我现在没打算回去 因为我想着我如果回去的话 肯定要比成员的罪名更重 那您在国内的家人都还好吗 国内是基本上没有家人 所以我才敢发声 要不我真的 我就是在美国 我也不敢这样 好 明白 谢谢您 好 谢谢 您刚才听到的是 中国公益组织长沙赋能创本人 杨战青 谈他在华盛顿会晤美国官员和议员的情况 上个星期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力推区块链的发言传出之后 中国大大小小的官媒 都对区块链以及数字货币 进行了狂轰烂炸式的报道 人民日报星期一又发表评论 再次重申区块链的重要性 但同时又强调 要防止利用区块链发行虚拟货币 这种矛盾的说法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 请听本台记者王允的报道 人民日报这篇评论的题目 强调要防止利用区块链 发行虚拟货币 炒作空气币等行为 中国政府也早已下令 严禁各种数字货币的交易 数字货币领域著名的网刊 ZY Crypto 报道认为 中国严禁数字货币 主要是针对比特币等现存的币种 并为中国自己的数字货币扫清道路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消息 五年来中国央行 一直在研发中国自己的数字货币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 今年八月底透露 中国央行有可能在今年 双十一节之前 发行数字货币 有传闻说 中国政府热衷于开发自己的数字货币 是想取代美元结算 挑战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主地位 自由至上主义学者 前北大教授夏也良认为 则要结合当下中美贸易冲突等背景来理解 中美贸易战 使得中国外汇收入减少 所以中国可能在探讨一个出路 怎么样能够保持人民币的相对稳定 来化解 在他们看来是美元霸权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造成的被动的或者是不利的地位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财经分析人士秦鹏认为 中国的数字货币能否挑战美元 则要看齐在推广的过程中 世界各国是否愿意接受中国的数字货币 目前我们看到的话 它实际上是要跟人民币挂钩 要取出来相当于就要去兑换 而中共对这个外汇管制 它又有这种限制 所以是不是的话愿意这种国家企业 愿意被绑进来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数字货币以近年来热门的区块链技术为基础 是区块链的主要市场应用 区块链简单地说 就是一群人借助网络 用同一规则 共同记录讯息的过程 区块链就像一本总账本 每一个区块是账本中的一页 当区块链系统上的某个节点 也就是一台电脑 运算出新的一页时 系统中的每一个节点 都会收到这一页 并利用密码学进行加密 再按照时间顺序形成链条 因此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 防止伪造伤改和公开安全的特征 学界公认 去中心化是数字货币的核心特征 这与中国政府强烈的极权管理 存在显著的差别 秦鹏认为 区块链技术目前还没有完全成熟 中国政府就是想利用现状的条件 达到自己的目的 就是因为他想在这个技术 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的话 控制这些这种标准和基础设施 来自控制工链 这样的话呢 他实际上是可以充当那种 所谓的我们叫超级管理者 他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控制 相应的这种数据 他就能够去完成这种监控 有迹象表明 中国政府对区块链的使用和监控 正在成行 今年1月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发布了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要求信息服务提供者 对使用者登记真实的身份信息认证 否则将不得为其提供相关的服务 不仅如此 区块链技术已经被中国政府 运用在社会监控中 去年中国地方媒体就报道 广东省中山市公安局 正利用基于区块链的监控系统 监控假释罪犯的活动 在另一方面 中国热衷于区块链技术 也符合国际的技术潮流 夏业良认为 技术上的比拼 也是习近平开口力挺区块链的重要原因 它要不甘落后于先进发达国家 因为现在把这个区块链的数字货币 当作一个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那中国在这个方面好像表示不能落后 而且呢中国它是跟其他国家不相同的一点 包括政府的力量和企业的力量 它可以全部集中在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 夏业良还指出 目前中国正在掀起对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热潮 这么多人专注于这一领域 对其自身的发展或许是一件好事 据中国地方媒体华西都市报 今年5月报道 目前全球70%的比特币产自中国 自由亚洲电台网云华盛顿报道 新西兰29号公布最新的国防报告 与去年不同的是 在不点名中国的情况下 新西兰指出将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 提升区域安全及防卫能力 有美国学者指出 这和美国的印太战略观点极致 以下是本台记者郑重生的报道 新西兰作为五眼联盟的议员 和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及英国 有情报共享机制 29号 新西兰国防部公布最新报告 表明要推进太平洋伙伴关系 这也是新西兰总理阿德恩 去年10月就任后的首份国防报告 去年 新西兰的报告警告 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可能破坏区域稳定 当时引发北京抱怨 今年的报告既没有提到中国 也没有提到美国 但却使用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上任后 一再强调的印太区域这一词 并表示新西兰会与区域中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 报告还指出 面对印太区域一连串复杂的变动因素 如气候变迁 有组织跨国犯罪 天然资源禁逐 以及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 这些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角力 新西兰必须以新方法与新强度采取行动 捍卫自身国家利益 同一时间 在华盛顿乔治华盛顿大学 希格尔亚洲研究中心上午举行一场 关于两岸关系的研讨会上 谈到了中国的军事崛起 迈阿密大学政治系教授金德芳 就特别针对南太平洋情势 提醒美国必须关注自身安全利益 中国是世界上国防预算第二高的国家 美国是第一 而2015年 中国大跃兵量出了有 关岛杀手之称的东风26型弹道飞弹 与有航母杀手之称的东风21弹道飞弹 大家都知道哪一国的航空母舰 在西太平洋出没 更不用说是哪一国在关岛停泊前舰 这当然让人关切 金德芳还表示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 虽然重返亚洲推出再平衡政策 但实质却做得不足 而中国经济崛起后 强化解放军军事能力发展 却不是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才开始 他提到包括在南海军事化 东海海上行为更具侵略性的作为 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时代 中国就不断亮剑 直到特朗普上任后 采取全然不同的态度与方式 区域国家才逐渐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有所警觉 像是重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但这些都必须持续推动下去 另一方面 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不久前 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断交 选择与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不过 所罗门政府司法部近来否决了将图拉几岛 租给中国企业的合约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艾斯伯 对这一举措已表示欢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9号则反击 美国拿个案对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极尽抹黑污蔑之能事 对此 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学者马明翰 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在南太平洋的活动 不只是抢夺台湾的邦交国 这么简单 不能让中国军队 如如无人之境般地进入西太平洋 这是关乎美国的利益 图拉几岛如果真成为中国的海军基地 对美国而言 则是让中国有了进入西太平洋的门户 这当然关乎美国的利益 美国要关注自身在南太平洋的安全利益 这与台湾的国际活动及外交空间重叠 而就像新西兰在国防报告中所说 新西兰必须维护自身与印太地区的安全利益 并在区域变革与适应新政治现实过程中 展现自身是成为区域稳定的来源 以及可靠有价值的伙伴 在南太平洋 美国与中国 谁才是更可靠更有价值的伙伴 区域国家会有自己的判算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重生 华盛顿报道 英国议会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 10月初访问台湾的时候 分别和香港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 以及目前仍在中国大陆坐牢的台湾人权工作者 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会面 关注香港局势的发展 也了解李明哲在狱中遭受酷刑的情况 两个人的诉求也获得了英国议会的关注和回应 请听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第一次访问台湾的奥尔顿在10月4日脸书贴文提及 在台北与林荣基会面 奥尔顿说 如果你对专制政权还有任何疑问 看看香港书店的故事 林荣基在会面中告诉奥尔顿 被抓时他曾想自杀 或是后他返回香港 当他看到港府越来越多 企图剥夺人权法治和民主的时候 他逃到了台湾 林荣基表示 英国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以确保香港人民得以定居下来 林荣基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目前很多英国的议员都无法到香港 所以奥尔顿在台湾接见他 了解香港局势 林荣基在会面中对奥尔顿提出 香港未来会出现难民潮 给香港的不该只是口头的帮助 例如英国过去给持有英国国民 护照BNO的人去英国拘留 后来取消 林荣基建议 英国是不是可以考虑 先给持有BNO 而想离开香港的人过去 毕竟过去香港归英国管制 英国负有道义责任 奥尔顿在台会见的对象还包括 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 根据在场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 杨献宏向本台转述 奥尔顿关切李明哲是否在湖南赤山监狱遭到酷刑 以及李静瑜是否能定期探视李明哲的问题 奥尔顿向李静瑜表达 等他返回英国后将安排时间进行国会听证 探讨中国人权状况 询问李静瑜是否能出席 他同时也要求英国外交部必须对李明哲的案子表示关怀 同时了解赤山监狱有没有虐待囚犯的状况 奥尔顿在28号回复已经获得英国政府正面的回应 昨天收到他的助理给我们的通告 就是说他们已经英国政府也有正面的表示 就是说他们绝对会用他们在驻北京的Embassy 在驻中国人们是了解李明哲的状况 杨献宏提及 奥尔顿今年7月也曾和他们一起到美国国务院开会 他认为英国也开始跟美国特朗普政府有关人权议题跟贸易议题结合的情况 这是非常好的发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蔡英文总统上任三年多 台湾已经失去了七个友邦 美国国会有关协助巩固台湾邦交的台北法案 30号将在联邦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审议 另外在伊斯兰国头目被击毙后 台湾将会参加美方下个月召开的全球反制伊斯兰国部长级会议 台湾中央通讯社报道 美国共和党及众议员匡希恒 本月18日领先提出的台北法案 提出才短短10天 就被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排入议程 外委会预计在30号上午审议的18个法案当中 台北法案就是其中之一 在台湾 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 对美方表达感谢 外交部有诚挚的感谢 美国的国会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协助台湾方面拱布邦交 中央社报道 根据众议院版的台北法案 国会意见认为 美国行政部门在适当的情况并符合美国的意义之下 对于采取严重或是重大行动对台湾造成伤害的国家 应该考虑降低与该国的经济安全和外交接触 法案除了要求美国行政部门支持台湾 国际参与也呼吁美方已签订经济上的互惠 并能够保护美国劳工 有利美国出口商的自由贸易协定为目标 与台湾展开双边贸易协商 对于台北法案提出10天就被排入众议院外委会议程 民进党吉利法委员罗志正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前国民党吉利法委员林玉芳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则说 现在美国国会只有反共的议员没有亲共的议员 要通过这类的法案尤其在众议院应该很快 不过台湾如果以为这样就能够保住剩下的15个邦交国 那倒未必 林玉芳说 此外 伊斯兰激进组织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 26号死于美军在叙利亚的突击行动之中 美国国务院将在11月14号举行部长级特别小组会议 此外 美国国务院今年8月批准对于台湾出售66架F-16V战机之后 台媒报道立法院经过一个多月的审查 28号上午通过新式战机采购特别条例 根据其成 台湾将在2023年至2026年获得66架F-16V战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中国早在宋朝就发明了火板印刷 但是至今仍然有大量的书籍不能自由出版 中国更在汉朝就首创了造纸工艺 但是至今仍有无数的文章不准装丁成册 请各位在每个周末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文学禁区专题节目 弥补古老文明的缺失 满足求知天性的饥渴 全球视野低秒呈现中国大势 经济霸权主义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开放平台不涉陷传播被屏蔽的声音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 亚太报道YouTube全新上线 主播嘉远带您了解更完整的中国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美中两国预计于今年下11月份 在亚太经合组织的APEC峰会上 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南华早报星期二引述一位 不具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于11月17号 也就是亚太经合会的第二天 在治理首都圣地亚哥 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两国代表目前仍在敲定 这份协议的最后文本 但他们都对两国首脑计划会面之前 完成协议文本表示乐观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 将禁止接受联邦补贴的美国公司 购买中国华为和中兴公司的设备 此举将进一步限制 这两家中国电讯机头在美国的业务 路透社报道说 委员会主席帕伊 计划在11月19号召开的会议上 对这项提议进行投票表决 该提议将把华为和中兴公司 列为国家安全威胁 禁止美国企业使用85亿美元的 这个政府项目基金 购买这两家中企的设备或者是服务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 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寿文 星期二说中国将进一步放宽对投资准入的限制 并不会强迫外国投资者或者是外国企业 转让他们的技术 王守文当天在国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 中国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去年大幅度缩减 今年较去年相比又减少了两成 而现行的负面清单中 只有40个行业受到限制或者是禁止 他说未来的负面清单条目还会更进一步的减少 听众朋友 这次的亚太报道就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